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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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在这个时候 借助大家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讲完 就是林伟伦博士 我们很期待 谢谢 林博士 好 各位弟兄姐妹 早晨 其实都一点多了 好 感谢主 刚才在崇拜里面 主的话在我的脑子里面盘船 有什么经文在我里面呢 就是耶稣说 烦恼苦担重担的 可以帮我借你来 我就给他得到的安息 又说 你要来和我一起附我的压 学我的样式 我的压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无论我们2017年 是怎样的经历 或者过了些什么 以至于我们可能不是太开心也好 或者很多重担也好 但已经过去了 就让2017年我们的经历 成为我们2018年的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驱使我们 在2018年的里面 继续来到向前行 很多时候 我们是否可以继续向前行呢 这个是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停留在2017年 停留在以往一些不好的经历里面 我们也可以选择 将以往的去放下 或者将以往的成为我们的一个动力 驱使我们继续向前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选择 这个选择可能是有些比较困难的 有时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今天选择了一个题目 就叫做生命的抉择 有时候在我们面对我们十字路口 在那个过程里面 究竟是走左还是走右呢 走前还是走回头呢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的几个人物 这几个人物教导我们 在他生命的抉择里面 他们如何来到向前行 第一个跟大家讲的 这个就是约伯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我给了一个题目 他叫做 找紧上帝 坚持到底 在圣经里面 约伯他说 在圣经里面 他说 乌斯地有一个人 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威神 远离恶事 大家都很了解 在约伯记里面 一个正直的人 约伯 一个义人 约伯 他经历 在他生命里面 那个翻天覆地的 一个转变 一日之间 什么都没有了 不止 由头到脚到散瘡 那为什么呢 在那个讨论里面 很多朋友跟他说 你犯罪啊 你得罪神啊 你骄傲啊 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 在整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约伯要受负呢 很多时候 我们研究的时候 唯一一个我们知道 就是因为 撒旦 他无无聊聊 在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 他走回到上帝那里 来控诉约伯 这是唯一我们知道 原来 撒旦是可以控诉主外的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 约伯便起来 撕裂外婆 剃了头 伏在地上下拜 说 我赤身出于舞台 又不赤身归回 想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清重的 大家留意 在这个过程里面 若白所经历的 他自身所受的 是一些很重的 灾难 甚至是一些困苦 一些困难 但是 在这里 他仍然 来清重耶和华 为什么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他是抓紧了上帝 他坚持他自己 在希伯拉人信仰里面 他们有一个的教导 就是耶和华是我唯一的神 这个唯一的神 在我生命里面 我是属于他的 无论活活或死 我都是他的人 在这个信念里面 无论他面对 多数的困难 甚至来到这个地步 甚至他太太 染了鼻子 他说不如你死了 但若白仍然 坚持 他自己在神里面的信仰 那个信心 所以 在这里他说 若白仍然清重耶和华 今天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 甚至面对我们自己 在我们人生里面 一些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是否仍然能够 好像若白一样 来跟我们的神讲 神啊 我感谢你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来到我生命里面 一些的东西 都是你所安排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若白他在找上帝 堅持到底 以至到 在他的生命里面 去到另一个的领域 在整个若白记的里面 我们看到 虽然 若白他讨论 他和神讨论 他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做了我 但是我希望 可以真真正正的知道 你是否真是一个的神 这个是若白和神的讨论 OK 以至到神来答若白的时候 神怎么答若白呢 神没有跟若白争辩 为什么我要令你受苦 为什么 神没有跟若白任何的争辩 神只是跟若白说 他说 你看看我所做的事 如果你有智慧的 你去想想 如果你可以测读 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的耶和华 神只是跟若白说 我是神 我是做你的 一切的主权在我那里 所以当若白他和神讨论的时候 当神说了给他听的时候 若白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他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但我如今亲眼的见到你 在这个过程里面 若白重新的 在他的信仰里面 重新去检视 究竟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所信的 那个信仰 是不是这一个虚浮的 这一个言语上 说了就算的 一个信仰呢 若白他说 他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但我如今亲眼见到你 我但愿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们不单单 我们封闻有我们的神 我们不单单见到我们的神 我们是亲身去经历我们的神 当我们的生命去经历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成长 当我们的生命去经历我们的神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我们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 所以在信仰里面 我们在找上帝 坚持到底做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找上帝坚持到底 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会有不同的 我们知道神会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所经过的 我们也知道神是会透过我们的生命 去荣耀祂的 所以若白他在找上帝坚持到底 在这个整个人生里面 若白可以选择 选择放弃 选择不要 当他选择放弃的时候 可能一切都会改变 他选择放弃的时候 当他选择放弃的时候 当他在神的面前 在那里跟神说 他已经放弃了 不再搞他了 就有他了 若白可以放弃 若白坚持 若白坚持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神里面 我们所信的这个神 是一个又真 又活的神 圣经说 他说 我们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耶稣也说 我们会经历苦难 但是你可以放心 因为耶稣说 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如果有一天 你发觉到 连撒旦 都免得理解你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 检讨一下为什么 OK 当撒旦要理你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他会无无聊聊地走来走去 接着就在神的面前 去跟神聊聊天 聊聊天的时候 看着 这个可以搞一下 但你要记得 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 当我们受到 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 好像在很强烈地攻击我们的时候 当你愿意去找上帝 坚持到底的时候 你就不单单见到我们的上帝的大能 你是在经历上帝 在你生命里面 所摆上的那种能力 直到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的生命 所以若白被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坚持的 是一个抓紧的 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信了主 不知道多少年 十几年 二十几年 我不知道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是否真的坚持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真的抓住上帝 无论任何事情 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靠着我们的上帝 能够走过 很多时候 针不刺到肉是不知痛的 当我们无事无干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大声地跟神说 我们坚持 我们在抓紧 但当真真正正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了困难 困苦 当我们经历了我们的身体上面 一些不如意 甚至我们家庭工作等等 等等之类的事情 一直在冲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仍然在抓紧上帝 堅持到底 这是我们的抉择 若白色人 在那么困苦的状态下 他仍然在抓紧上帝 堅持到底 那么今天 我们又怎么样呢 我们会不会在神的面前 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 跟神说 神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神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愿意抓紧你 我愿意坚持 在我的信仰上面 我愿意坚持 你在我生命里面 是有主权的 第二样 我们看到的 是耶利米 耶利米 我给了一个题目 叫做 《确认呼召忠于所托》 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看到 耶利米 在四十章第五节 他这样说 他说 耶利米还没有回去 互为长说 你可以回到沙藩的孙子 阿希金的儿子 基大利那里去 现在巴比伦王立他 作犹太成一的省长 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 不然你看那里合宜 就可以上那里去 于是 互为长送他粮食和礼物 释放他去了 第六节 耶利米 就到米斯巴 见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 在他那里 住在境内 盛夏的民中 各位都知道 耶利米 我们叫做一个 耶利米 他是一个 比较凄惨的先知 如果大家有留意他的时候 因为他避露的时候 很多人来反对他 甚至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他被人扔到他的孤井里面 即是很多人来攻击他 来到这四十章的时候 你会见到一个平反 这个平反意思就是 这个护卫长跟他们说 你可以回去 你可以自由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离开 不需要再在这些人当中 和他们一起 不用再被他们攻击 不用再听他们任何的坏语 你可以自由 你去哪里都可以 你可以选择 所以在这里 他就说送给那个礼物 送给那个粮食 接着就叫他走了 你走了 可以走了 如果 如果 我是耶利米 在当刻的里面 我会想 好了 释放了 不用再和那些人在一起了 不用再被他们搞搞震 不用再被他们攻击 但是耶利米书怎么选呢 耶利米书在那里 他说他回到 他境内盛下的民众 为什么他还要回去呢 明明被人攻击过 明明被人反对过 但他为什么还要回去 这些人那里呢 刚才我说 就是说他确认 神给那个呼召 终于神给那个托父 因为他从呼召开始的时候 他很清楚知道 神给那个呼召 是在愚民当中继续的了造才知 所以他宁愿回去 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呼召 以至他的忠心 在神的托父里面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了解 神呼召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 我们不只是说 全道人 神才呼召他们 牧师 神才呼召他们 不是 每一个人 神都是呼召我们 无论在我们的光位上 在我们的家庭上 在我们的学业上 无论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神在呼召你 成为一个属于神的基督徒 记得 是属于神的 一个基督徒 这个呼召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能不能忠于神给我们的这个托父 而在不同的地方里面 去活出 神要我们活出的榜样呢? 记得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全道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我们的服侍者 但是 但是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有呼召的 如果你不清楚 神在你生命的呼召的时候 好好地去祷告 去求问神 让神清楚地告诉你 究竟神在你生命所摆上的 是什么计划 神呼召你在你生命里面要做的 究竟是什么 当你清晰的时候 你就忠于 神给这个托父 继续地走下去 而你不是 他很清晰 以至到 他回到他余下的文里面 继续他的工作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的潜能 这个潜能 神是会使用 这个潜能 以至到我们能够 使用 神给我们的能力 去服侍神的 这个服侍 记得我刚才说过 不一定在教会里面 可能是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里面 有多少人信主呢 你的家庭里面 是不是有些人 仍然在外面流离浪荡 这个可能 神给你的呼召 要你在家庭里面 去做一个存福的工作 又或者 在你的工作里面 在你的群体里面 在你的朋友当中 神是不是呼召 你在当中做盐做光呢 神是不是呼召 你在当中 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呢 如果是的时候 我们会忠于 神的呼召 然后在当中 去完成 神给我们的工作呢 这个我们要想想 我相信 每一个神 都给我们 有我们的能力 正如耶稣基督 他在那个比喻里面 他说 他说在家庭里面 他就给了三个 他的仆人 一个一千 一个二千 一个五千 这个意思就是 神知道我们 那个财干 神知道我们里面 究竟有多少东西 当神知道我们里面 有多少东西的时候 神就能够使用我们 神的使用是什么 就是我们愿不愿意 去拿出来 去给神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 神给了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去神里面 我们的中心 去使用的时候 神就会加倍 来使用我们 但当神给了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 不用 收起来 就像一千元 一千元的银子一样 神说他什么 说他懒度 所以不要做一个懒度 在那里面 OK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提醒自己 不要做一个懒度 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是有枯罩的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摆上了某些东西 你知道吗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都是有计划的 如果我们清晰 神给我们这个枯罩 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一直走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是越来越精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生 是有神给我们的目标 和方向 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就会越走 越得 越走 越跌 OK 神给我们的 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留意 在这里 耶利米 他说 他说我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清晰地知道 神的呼召 他忠心 在神的托福里面 所以今天 我们要学习 耶利米 这个 那个的心 那个的选择 刚才我说 耶利米是可以选的 他可以选 我不回去 行不行 可以 但是他选了 他要回去 今天呢 你可以选 你怎么选 你自己去决定 好 接着 第三 我们看到 人生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 在这里 我给他一个题目 就是他叫 谦卑自我 遵从神旨 好了 在圣经里面说 他就说 他就稍微往前走 苦福在地 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大家都清楚知道 这一段的圣经 是耶稣 在黑西玛丽园里面的一个祷告 在这个祷告里面 那个挣扎 那个挣扎 就是说究竟 我 真的要去 尝十字架 是否真的要去尝这个苦杯呢 刚才我说了 在这几个人物里面 他们都可以去选择 耶稣都有权选择 不要想着 因为他是耶稣 他来到这个目的 这个世界的目的 就是要拯救我们 所以他没有得选择 不是 我们的耶稣都有得选择 在这一刻里面 如果 如果 我们的耶稣 可以选择他离开 走开 不要喝这个苦杯 不要上十字架 记得耶稣是有选择的 但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选择的过程里面 耶稣就说 然而不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个就是说 将那个的旨意 将那个神要遵行的 摆回到神的里面 很多人问 什么为止神的旨意呢 可能你也会问 可能你有时也会问 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什么 遵行神 他自己的计划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很多时候 记得神不是不容许我们去筹划 不是不容许我们去计算 也不是不容许我们去计划 我们的将来 但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去计划的时候 当我们去了解 去明白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神放在中间 还是我们自把自为 自把自为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他推上去 这个是我的计划 你按着做 按本子办事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愿意和他合作去计划 然后跟着我们将这个计划 放在神的里面 然后神是最终极的决定者 如果他说不行的 不要紧 我们就再来过 但很多时候 我们人的软弱 就是说不行 因为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跟我的决定去行 所以你一定要跟我的决定去行 很多时候 我讲的例子就是 很多时候有些拍拖 就是想拍拖的男女 想拍拖的男女 那些男生看到那个女生 哇 就是叮叮的 看到那个女生 就跟神说 这个是一定的 你一定要给我 对 你不给我 我就不信你了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不是 这个是你自己的旨意去逼神 要融合你的旨意 这个不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 耶稣在这里说 他愿意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神经里面说 耶和华上帝就好像遥障一样 我们只是泥土 泥土是没有权 跟遥障说 麻烦你做得我漂亮一点 OK 我要有个口 之类之类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跟我们的遥障说 因为他才是决定的人 如果我们能在我们生命里面 学到这一样的东西 在我们生命里面 就会有改变的了 但很可惜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 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谦卑 你看到耶稣基督 我给了一个题目 就叫做 谦卑自我 信从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真真好好的地 放下我们的自我 放下我们的自己 当我们的自我一膨胀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自大 当我们自大的时候 神就在另一边 就不在我们上面 就在我们下面 当神在我们下面的时候 神就是按着我的旨意去办事的那个人 你明白吗? 所以不可以是这样的 神的旨意是高于我们的 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但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这个东西 神为我们预备的 不单单是好的 是最好的 你要留意这一样东西 你要相信这一样东西 耶稣基督 他清清楚楚知道 这个是神 他自己的旨意 这个是美好的旨意 因此 虽然在挣扎的里面 在很辛苦的里面 路加他记载 就是说耶稣祈祷的时候 那些汗滴在石上 就像血滴在石上 那样滴在石上 那样的痛苦 那样的挣扎 是多么深 但是仍然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那是照你的意思去行 求主帮助我们去学习 今天 当我们面对 在我们身边 或者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跟神说 神啊 求祢 让祢的旨意 成就在我的身上 让祢的旨意透过我 你去成就 以至我 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人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刚才我说 耶稣是可以选 但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耶稣就选了 信服父神的旨意 既然耶稣选了 信服父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说 要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如何选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我们愿意要摆上 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第四个 玛利亚 我给你一个题目 叫做 《渴慕主的话》 《贴近主的心》 在这里 圣经里面说 但是不可小的只有一件 《贴近主的心》 不可小的 耶稣就跟他说 他说 所以他就选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宁愿放下一些烦梟 放下一些忘录 然后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坐在耶稣的脚前 去聆听神的话 去贴近主的心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很忙 在香港忙是我们的特性 但问题就是 当我们忙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不会忘记了 来到贴近我们的主呢 会不会忘记了 我们来到去听主自己的话呢 很多时候 我们发觉到 星期日 星期日我们会回来 但回来星期日之后 一至三四五六 我们就没有了 OK 我们很少 有时我们见到很少 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坐下好好地去做灵修 去看看圣经 因为很忙 看到我们自己 拿一本圣经出来 那时已经闭眼睡了 就是这样 是不是 但问题就是 圣经里面耶稣说 玛利亚选了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就是当你有神的话 在你心底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有神的话 去提醒你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 在那个时刻 在这样贴近主的时候 谁能够抢到呢 是没有人能够抢到你的 那个时间 就是你跟主之间 那个契合 跟主之间的关系 但是你能够去感受到 当你们去经历到 跟主的默契的时候 就像刚才我们唱的歌一样 就是说 神那个爱 你去融化了我们 以示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去享受 跟祂那个时刻 但是问题是 我们没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的时候 我们就像马大一样 忙忙忙 忙忙 忙不是不好 但是我们忙到 忘记了主 这个就是个问题 所以从今天开始 求神帮助我们 在玛利亚里面 要渴慕主的话 贴近主的心 开始用少少时间 在神的里面 去渴慕主 去聆听主 去研究主的话 去思想主的话 以至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贴近祂 能够越贴近祂的时候 我们的圣情就越能够像我们的主 我们的圣情越能够像我们的主的时候 你就越能够知道 我们的能力的知取 原来在我们的神里面 如果我们越能够是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我们就越能够找到我们的上帝 当困难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他就不会这么容易来到遥动 因为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 成为我们的力量 以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上帝 当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上帝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就是我们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 那个呼召里面 我们能够忠于祂的托福 但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就很难 我们经常都会被世界的冲击 被我们人生里面的艰难 把他们拉开 以为离开了我们的主 所以玛丽亚 她选了上帝的福分 是没有人能够去的 神经里面说 她说你们要先求她的觉 和她的意 这些东西 都要嫁给你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去寻求西上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去做工 坐在那里就算数 不是 而是我们的优先次序 我们要把它放好 神经里面说 你先求神的觉 和神的意 这些东西都会嫁给你 但如果我们 要赚到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想想 在2018年 我们一直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和神的神下 求你帮助我 教证我人生的目标 我是有选择的 在我们人生的抉择里面 我愿意以你为首 我愿意以你为先 我愿意先尋求你的觉 和你的意 我知道 你就会将你的福气 加配的 临到在我的身上 不但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家人 在我的学习 在我的工作 在我的群体 在我的教会里面 你的福气 都是这样 加配的临到 你留意 如果神的福气 加配的临到你 你的福气 来到这个教会 教会就因为你 而蒙福 不是一个 全部 那你发觉 在整个教会里面 这个是什么教会 是一家蒙福的教会 但你自己 怎样呢 你要不要去选择 在神的面前 去享受 或者去拿 神给你的福气 如果要的 你就来到 要在神的面前 给点时间 OK 不要跟他说 我要 要但我不做 我想要 但我不做 不行的 如果你想要 来到神的面前 就像玛利亚一样 渴慕着的话 贴近着的心 先求神的觉 和神的意 这些一切都会嫁给你 所以现在八年的里面 我很相信 这一年是神祝福我们的一年 神祝福我们 不单单就这么简单 而是加配的 祝福给我们 但是 我们要选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不要再做一个平平淡淡 一无是处 的一个基督徒 OK 什么平平淡淡 一无是处 就是我的生命就是这样 算了 不用走前 也不用做任何的东西 每个星期 回来坐在那里 然后就走了 不要这样 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的 这个改变是会精彩的 这个精彩的改变 能够令到我们更加有动力 继续走我们前面的路 纵使是困难 或者纵使有重担 或者纵使有苦难 我们仍然能够向前走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神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说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神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 神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 我们前面的困难的时候 面对我们前面的苦难的时候 不需要害怕 我们去选 选什么 正如若白一样 找到上帝 坚持到底 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就坚持下去 我们就忠心去那里 我们明白 就是我们牵逼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 我们跟神说 神啊原理的旨意成就在当中 我们学下马里亚 跟神说 神啊 教导我 教导我在你的面前 我愿意 来到你的话 来到你的里面 渴慕你的话 贴近你的心 以至我能够更加的奖利 求神帮助我们 在2018年的里面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的方向 以至我们的生命 能够是一个奉献的生命 以至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建立的生命 以至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赢的生命 不是一个输的生命 在神的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记得 都是精彩的 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说的那句话 祂说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着更精彩的生命 封信 就是更精彩的生命 精彩的生命 每个人都会有 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你想 2018年 你的属灵的生命 不单单 你的属灵的生命 你自己的生命 在你整个人的里面 如果你想更封信 更精彩的 回到你整个里面 回到你整个里面 先求祂的觉 和祂的意义 你就会发觉到 你的生命 是会不同 你的生命 是会更加的精彩 我们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主耶稣说 祝你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虽然可能 我们在面对 一些困难 或者我们心底里面 面对的一些冲击 我们不知道 怎样去选择 但是主耶 我们知道 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 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的旨意 就来到成就 让我们愿意 坚持我们 在里面的信仰 以至我们 能够抓紧你 当我们抓紧你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就得了力量 这个力量 就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去跨过 神力求你帮助我们 用你的话去教导我们 以至我们能够 在你里面 更加的贴近你 更加的像你 以至我们更加明白 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摆上的计划 以至我们 在我们福音你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能够忠心 在这个托腹里面 神力求你帮助我们 在一人一百年里面 主要求你给我们 去选择 去选择主 我愿意先求你的觉 和你的意 主要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是精彩的 让我们的生命 是有改变的 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悟着耶稣 我们的福音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师父 在关系上 但我们也学习 将我们的神 放在手上 好吗 我们在环境上 好像药宝 好像耶利米 好像马里亚 好像马大 但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是吗 可否让我们的生命 都是呈现被主 主 迎一百年我做选择 以你为先 过去 可能我们有些 自己的习惯 去到 如何做选择 可能我们先选择 但好吗 试试 我们选择 给神选择 好吗 这些人 将我们的生命呈现 如果你愿意 主我 在你面前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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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的生命终结 再次给你 我将生命 献给你 二零一百年的我 是愿意选择你 选择你 不是自己去选择 自己在生活中 在一些抉择上 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 我愿意冒险地 去跟随你 撇下一切去跟随你 好吗 你开始祈祷 为你二零一百年 有些事情 在眼前要做 选择 工作的选择 生活的选择 可能有些 要在婚姻感情 要做选择 事奉上选择 甚至有些人 可能我要准备 一份工作 要来到香港 去其他地方 读书学业的选择 但奉人双名 祝福我们 每一个选择 都是有神的心意 让一些影响 我们的思绪声音 都能够沉淀 听到圣灵微笑的声音 好吗 为自己去祷告 为自己的生命 为自己的家庭去祷告 谢谢我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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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我将舍命就在你手中 献上一切给你主 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 我属于你到永远 再来一次 好吗 将你的生命全部加在你手中 多谢你 我将舍命就在你手中 献上一切给你主 得着上好的福分就是主 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 我属于你到永远 耶稣我心相信你 只要将你的身上牌举个东西 耶稣我心属于你 我将舍命都为了你 我将舍命都为了你 开启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新的模式去做决定 去做选择 我们这个决定这个改变就是我们选择神仙 我愿意在2018年 去调整我自己的生命 去回应你 去将我的选择权交给你 当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 你来到我们前面好吗 主要我很想做到 有时候我们都未必能做到 我们习惯了自己 你抓住人生的态盘 人生的态盘很不懂得放开 你来到前面好吗 我们再次的时候 我们想为你祈祷 将你的生命再次交托 Amen 我将舍命 哈利利亚 我将舍命 有主要我帮交给你 交在你手中 献上一切给你祝福 我的世界 学习耶稣 全在你手里 我属于你 我们会回应你 到永远 多谢你 多谢你 耶稣我信价 你将你的舍舍把野兽 我懂吗 要将我舍得过你 耶稣我信属于你 Amen 我在全都为了你 Amen 在长夜为了你 耶稣我信相信你 耶稣我信属于你 耶稣我信属于你 我在全都为了你 在长夜为了你 在的长夜为了你 全然为你 我们感谢我们的 奖道我们的徳者 我们家的核心 我们都出来祈祷 哈利路呀,为弟兄姊妹祈祷 真的,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回应 如果没有人为你祈祷 你就按手在自己的头 按手在自己的心里,为自己祈祷 哈利路呀 你走出来,在你生命里面对圣灵的回应 我奉耶稣的名字,祝福圣灵的祝福 这一刻就在当中,哈利路呀 在座位的弟兄姊妹,可否举起我们的手 祝福每一个前面的弟兄姊妹 他们很想改变,他们很想调整 哈利路呀,他们会认识,他们很想改变 我们很欣赏他们的心 可否,弟兄姊妹,在位置里面 为前面每一个弟兄姊妹祈祷 祝福他们的决定,祝福他们的摆上 祝福他们能够坚持 祝福他们能够不被动摇 祝福他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你就开声为前面每一个弟兄姊妹祈祷 哈利路呀,哈利路呀 祝福他们能够走在神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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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要跟随祢 主 谢谢祢 祝我们爱祢 谢谢祢主 与祢同行 到天涯海角 无论悲喜 我信靠祢 祝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到永远 再告诉主听 主我要跟随祢 与祢同行 帮助我们 与祢同行 到天涯海角 无论悲喜 我信靠祢 祝我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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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祢 到永远 耶稣 我们单单的相信祢 耶稣我信 相信祢 耶稣我信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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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耶稣我信 我愿意 耶稣我信 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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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信向信仪 耶稣 我信向信仪 耶稣 我信属于你 我这全都为了你 更差点为了你 全要为你 耶稣 我继续你对祷告 就是把我们生命每一个部分都献给主 不是留一点给自己 而是说主啊 我所有都献给你 所有我都要跟随你的旨意 主我愿意 我愿意 阿里面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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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面 我愿意 阿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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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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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都要来彰显祂的荣耀 换出祂的旨意 当我们换出祂的旨意的时候 神自己的荣耀就要被彰显 就要给这个世界上的人 见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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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